台74快速道路发生了自撞意外 一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 撞上了中央分割岛之后 再弹回来撞上了外侧的护栏 车辆整个翻覆在路中央 有小轿车被拨起 但还好驾驶没有大碍 从车内自行爬出打电话求救 不过后方车上的乘客还有驾驶 却是被吓坏了 深夜时分 台74线快速道路上 一辆黑色冰式轿车突然失控 从右方冲向中间分割岛 瞬间扬起一阵白烟 由于撞击力道太大 小轿车被弹回 载撞外侧护栏最后四轮朝天 再看一次惊险画面 当时行驶在内线车道的小轿车 虽然紧急踩刹车 但还是无法幸免被波及 从后方行车记录器看到 黑色冰式车即使而过 下一秒就扬起了一阵白烟 黑色冰式轿车弹回 撞上外侧车道 水泥护栏上还看得到擦撞痕迹 驾驶命大自行爬出车外 还能打电话求救 到时候后方另一辆小轿车 差点被波及 车上两人吓坏了 女乘客打电话报警时 声音颤抖听得出来 惊魂未定 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吓到 Oh my God 喂你好 我要报警 台七四线 这期车祸以外是发生在 5号晚间10点半左右 地点就在台七四线快速道路 北屯区接近潭子交流道出口 84年次的翁庆男子 驾驶黑色冰式车 行驶在中间车道 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失控 刺状又波及 一辆小轿车造成两人 擦挫伤送医 造势宾自车驾驶 身上多数擦挫伤 翻顾后自行脱棍 双方驾驶均无 酒驾行事 幸好没尿成更大意外 受伤两人 送医后没有大碍 详细的车祸原因 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 好